大家好,來到今日的環節就是教大家如何去看樓盤 一般來說,日本的樓盤都是以這個形式的物業概況來提供資料 大家要留意,首先因為我們是計當地結算的貨幣為準 所以所有日元的地方都是以日元支付的 不論你購買的時候也好,或是收租的時候也好 全部都是以日元來結算的 最主要要留意幾個地方 就是價錢,途步的分鐘,距離站多久 然後最重要就是樓盤,1984年,超和59年 總共是三層,留意五層樓下,基本上很多時候都沒有電梯 然後最重要的是它是不是年代租藥 然後就看看它的格局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朋友,可以快點向同事查詢吧 好嗎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